好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 最近频繁发生的中国游客因飞机晚点大闹外国机场 唱国歌呼唤祖国的新闻 令外国人错愕费解 也让许多中国人面上无光 开始重新审视爱国和民族自豪感这类话题 网上言论痛斥这些爱国巨英 称过度维权和媒体过度报道是病 官方媒体也接连发文 反思这种庸俗民族主义 指出在和平环境下 中国游客在外国机场遭遇一点意外 风险完全可控 不要动不动在海外自导自演战狼的续集 不过在愤怒和避疑之余 人们也在反思这种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 为什么中国人在国内低眉顺眼 到了国外就有了爆发户一样的自豪感 庸俗民族主义 是怎样形成的 它与媒体向来倡导的民族自豪感 以及爱国正能量之间又有什么关系 今天时事大家谈论 我们就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朋友们 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 在美国马里兰州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 是旅美学者时政评论人秦伟平先生 秦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在中国河北通过电话连线加入访谈的是资深传媒人士 独立时评人朱欣欣先生 朱先生好 你好 主持人好 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 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 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 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 另外您还可以通过VOA卫视 在YouTube上的网上直播收看 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 网址是youtube.com-voa-china 这个几天之内 一连三次分别在日本 斯里兰卡和伊朗 中国的游客在海外团结维权的故事 震惊了海内外 中国国内舆论反应两极 有人欢呼祖国强大 人民也受益 可是也有人痛斥 这些人无知 丢人现眼 那么首先我来请教河北的朱欣欣先生 您怎么看这些人这些事呢 我觉得今天的这个话题选得很好 有很大的这个讨论空间 我认为首先我们要把这类事件 放到一个更大的背景去来这个考察 无论这些事情的原因是什么 大家对他有什么这些事件有什么看法 我们要首先来通过这个 从历史放在历史的背景下来看的 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再一次证明我们中国要走向世界 需要经过一个无法跨越的这么一个过渡的阶段 大家想一下 这个我们中国在近代以来 经过这个明 尤其明朝啊 这个闭关锁国呀 这个对外开放到清末的时候 对外开放仅仅只有100多年 尤其是呢 这个1949年之后 经过长达30年的这个闭关锁国 是吧 到邓小平时代又开始渐渐的开放 到现在也没有完全的开放 还是一个半开放状态 在这40年来呢 中国的社会呢 内部也是一个急剧的一个发展变化 那么中国人呢 在这个短短的这个时间内呢 可以说是从物质到精神 承受了从农业社会到现代社会发展 带来的各种冲击 这个这在西方呢 可以说是他们是经过了几百年 可在中国呢 被压缩在短短的这个 30多年40年 在这个转型的时代呢 那些旧的和新的啊 先进的与落后的这些呢 这些因素都纠结在一起 所以说呢 令人演化了了 就拿这个中国游客这个呢 这些在国外这个 遇到很多问题来看呢 这个 这些人本来在国内 还没有适应国内的这种变化 他里面很多的人都是 来自一些乡村啊 一些偏远的一些地方啊 这个他们对于这个 现代化的这个 在国内的这个 这些城市 还都很陌生 他们现在一下子又走出国门 又接触更陌生的世界 对他们来说 的确有很多很多的不适应 这样一来呢 他们在这种专制下 非正常的 封闭的环境中 所形成的这种思维 还有一个心理 喂 朱先生 看来我们跟朱先生的连线断了 我们再加紧把他接回来啊 下面我们来请教 马里兰州的 秦伟平先生 中国游客大闹机场的一个行为呢 让许多外国人感到错愕 日本媒体甚至惊呼 说中国人暴动了 那么请问中国人的这种行为 值得国外大惊小怪吗 外国经常有此类事件发生呢 秦先生 大家好 那这个事情呢 我认为说不是说经常发生 因为我们知道中国现在 每年的出境游呢 大概突破了1亿人士 那这个规模是相当大 到世界各国的游客呢 随处可见可以这么讲 那像发生在陈田机场啊 包括伊朗啊这些 这个机场呢 这个唱国歌这样的一个 比较吸引眼球的这样的一个事件 毕竟是个案 它不是说有代表性 但是呢 确实是引起国内外都比较关注 那第一个我相信说是 因为中国游客这个规模 确实是非常大 那世界各国呢 都希望发展自己的 本国的一个旅游经济 对这个人群 或者在他们眼中的蛋糕呢 会有更多的关注 那随着人群的那个增大 那其中会有一部分 就是很不如人意的这些地方 包括我们刚才看到这个 在机场这种闹事啊 我们打个引号闹事 或者说唱国歌这种事件 甚至还有一些中国游客 到了海外 他可能不太遵守当地的 这个风头人情啊 或者说 比如说经常会大声喧哗 打个比方乱丢垃圾啊 这些可能一些 一些不好的事件呢 会大家更容易关注 那这是可能需要 是要一个长期管理的问题 很难短时间去解决 刚才朱先生他电话断掉 也讲到说 那中国整个国民数字 应该也是两有不齐的 在整个短短的三四十年间 经济社会呢 是有很大的腾飞 但是大家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呢 可能有些人还停留在一个 比较早前的一个阶段 还有一个年龄的问题 中国我相信 现在的年轻人的数字 可能还是不错的 80后90后 他们出国门 或者第一次 或者后面几次 都会表现得比较好 应该是应有了一个 正常的一个 现代公民的一个风范 但是一些年纪比较大的那些人 特别是一些 第一次出国门的人 他们可能在国内 对国外的印象 和到国外心眼看到的呢 可能形成一个巨大的反差 这个时候是他们 就是非常错愕 然后呢 做出一些非理性的一些 甚至耍无赖的 所谓维权行为 所以是让国内也大点眼镜 然后让海外媒体呢 也会觉得说 这个中国游客群体的素质 怎么会这样 然后是大吃一惊 谢谢 飞机晚点呢 在中国实际上 是一个司空见惯的事情 偶尔呢 我们也看到 有乘客与机场之间 发生冲突 但是这种一致对外的 这个团结景象呢 尤其是受国歌和呼唤 祖国引发这个自豪感 和爱国情绪 有人说应该值得鼓励 那么朱先生 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认为这种所谓的爱国 这个自豪感 情绪啊 其实呢 很多在情况下呢 都是毫无理性的 不值得提倡 我们可以看到 有一些这个同胞 他在国内 他的权益受到侵犯 时呢 往往是人气吞声 他到国内呢 又高调来维权 搞这个所谓的爱国秀 显然呢 这是在奉行这个双重标准 他们出了国了 他们很多人 就是判断事物的标准 不是是非 而是什么 按国别 按民族 以这个来划分 那么当然 这也和这个中共 长期以来 这个狭隘极端 这种民族主义的教育 以及呢 对这个国外的国际社会呢 进行歪曲的一些宣传有关系 是吧 就拿我个人来说 我十几年前呢 我随着工作单位 祖传去这个泰国考察 当时为了办护照 我到派出所去开证明 在盖章的时候呢 这个民警呢 一脸的不高兴 那会儿就我就是 一直挂了号的 黑金丹丹人吧 他对我说 你这种人 就不应该让你出国 我随口就答答 我说 这又不是去美国 他马上就给我顶了我一句 他说 美国有什么两种 所以像我们的同胞 在这种宣传教育下 他们对国际世界 缺乏了基本的了解 另外呢 我们中国人呢 善于因为在长期的 这种农业社会 封闭这个环境下 他们形成这种小 圈子的这种 所谓的熟人道德 他们不善于 平等的来面对这些陌生人 我们中国毕竟 这个市场经济 人口流动 毕竟时间比较短 不善于 这个 接触这些陌生的世界 所以说 一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呢 这个中国人都善于抱团 认老乡 认熟人 所以呢 他这个很难就融入到 一个陌生的这个社会中去 这一点呢 鲁星先生 从批评 我们这些同胞啊 他们就是 和群的 爱国的自大 是吧 鲁星先生说呢 他们自己啊 毫无特别的才能 可以夸食于人 所以呢 把这国拿来 当个做个影子 他们把国里的习惯制度 排得很高啊 赞赏 这个 了不得 赞为了不得 那么他们呢 他们这个国粹呢 这个 既然这么的有荣光 他们自然呢 也就有荣光了 倘若呢 遇到攻击以后呢 他们就不必 自己去应战 因为呢 他们呢 就躲在这个 泳子里面 去张 这个张口 摇舌 这些人 这些人特别多 如果胜了呢 我是这群中的一员 虽然也是我个人胜 如果败了呢 我是群中的人 未必是我是亏 所以说鲁星说呢 大凡聚会的 这个闹事的人呢 多半的 具有这种心理 也就是呢 他们这种心理呢 这个 我们可以 这种心理 我们还可以从这个 法国的学者 古斯塔夫 勒庞在一百多年前 写的那本 那本这个著名的名著 经典 叫乌合之众 大家都很熟悉 对这种情理行为 有入目三 看来秦先生的电话又断了 是的 好的 往往是 秦先生回来了 好的 秦先生讲过 那我来 不 朱先生啊 我们刚才谈的是朱先生 我们来继续探讨这个现象 我来请教秦先生 中国人相较外国人呢 似乎他们权力意识 并不特别强 有网上言论说呢 他们在国内低迷 低迷顺眼惯了 那么为什么到了国外 他们就会产生如此强烈的 这个民族自豪感 和这个爱国主义情绪呢 这是为什么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的确 大家很容易发现 这样的一个现象 在国内 因为整个中国社会制度下面 然后公众 它的一个公民权利 是得不到一个完全的保障 在中国侵犯 个人权利 还有公共权利的 这个事件是屡见不鲜 几乎在每个生活 在中国的人都可能会遭遇到 他自己权利被 不同程度的被侵害的事件 然后呢 大多数呢 是忍气吞声 因为知道在中国 现在这样一个国度下面 现在这个政治制度下面 你要去维护个人的权益 是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甚至远超过你 权益收准的这个代价 所以中国人 习惯的是 遇到麻烦了自己 要么就忍 要么就找关系解决 那在出国之后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其实很奇怪的 就是我们发现说 越在处于经济社会地位 处于是社会比较底层的 这样的一个人群 他表现的这种爱国的情操 他可能会更明显 包括国内一些有些 政府来激发一些民族主义情绪的时候 包括前两年那个战狼2 在国内上映的时候 然后很多人都去买票去看那个战狼2 甚至说看一次不过瘾 看两次三次 他觉得说我们中国强大的 其实越底层的人 他可能越有这种感觉 或者有这种诉求 因为说句很现实的话 因为他们在现实世界里 是找不到存在感 就找不到他自己存在的意义 他的一个经济社会地位非常差 他的生存状况非常差 觉得只有在这个所谓的国家 这样一个集体里面 才攒到存在感 那出国之后呢 大多数人他不知道海外 或者国际社会是什么样一个状况 他以为我们中国真的强大了 我们中国人就好像高人一等 然后出去就应该必受尊重 然后这种感觉他要有 但是实际上呢 我们生活在海外的华人 或者说经常出国的人来说 这个国际社会 大家基本上都是一个 比较平等的一个状态 没有人说因为你 你中国好像就高人一等的 绝对没有 甚至也没有说因为你是中国人 就瞧不起你 其实都没有 大家很多是把自己假想的那个东西 放在自己的潜意识里面 大家都正常的 这个游客为你提供服务 出现什么一个问题 也是正常的沟通途径 对不对 没有什么对中国人有特别的两样 那很多中国人 特别是一些底层的中国人 他出境旅游之后 形成这个巨大的反差 他自己是没办法适应 出了问题呢 他的沟通能力也比较差 他就只有说好像在激发自己的 这个祖国的情怀 祖国的意识 然后在唱国歌这种行为 才会爆发 实际上 实际上说实话 这种事情 你看连官方 他现在都在批评这个事情 完全是很可笑的 对不对 然后你真的是有什么状况的话 你应该去 你祖国强大了 你应该打你祖国的那个 那个领事馆 大使馆的电话 让他们去帮你协州解决 对不对 你不能说去闹事啊 这样子 那完全就不遵守对方的法律 是不是 这样是完全不可取的 谢谢 好的 现在呢 一些网友 他们在回应 我们两位嘉宾的这个观点 比如像这位叫 Aaron Aaron Merriweather 这位网友说 毋庸置疑 毋庸置疑 在外国机场 逼飞机起飞 唱国歌 非常让中国人面上无光 特别是大陆人 作为一个大陆人 无时无刻 不再受这种偏左的民族主义的影响 这就是为什么战狼系列票房这么高 反之呢 是因为偏左的民族主义煽动 才有了迎合这种论调的战狼电影 爱国是好的 但大闹剧场明显是过头了 中国向世界学习的东西还很多 强大了 也要谦虚 爱国不翻墙 翻墙不爱国 这位网友说 毛和习啊 为了维护自己强大的形象 他们一直在塑造 中国不可冒犯 万邦来朝的假象 然后中国民众就真信了 以为自己高人一等 再加上中国信奉的丛林法则 自然也就有了战狼式的爱国 以放弃治疗M 这位网友说 这些人已经被党洗脑 潜意识里面认为 其他国家都是歧视敌对自己 而且爱国是政治正确的事情 终于找到了一个能发泄政治类欲望的地方 在国内都憋坏了 最后一个就是看准了日本文明程度高 不会把他们怎么样 就开始得寸进尺 集体撒泼 现在有一些听众观众朋友们等候在线上 我们把他们接进来 听听他们的看法 上海的唐先生 接电话 上海唐先生 你好 伟大领袖习主席的亲密战友特朗普总统 在就职演说中就强调 对爱国主义不能抱偏见 这个中华民族和热尔曼民族 作为世界公认的优等民族 其他劣等民族国家 都必须对我们先朝上国 就是毕恭毕敬 你日本人要赚中国人的钱 那你就应该对中国人感受 好的 谢谢上海的唐先生 我觉得他们这种做法是非常合理正当的 好 谢谢您 唐先生是替这些人呈腰骨气 下一位天津的张先生 张先生你好 你好 94年的时候我村间有一个想法 我想建立第四帝国 并且当年 一辆小子抱 我说我已经不想 现在形成智能大和人 然后我坐好车去 在上海看邓小平和美国朋友 还有他的人 可能日本人知道 我当时坦上讲 我当时确实不知道 外面世界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那时候曾经信任过 共产党主义 信任过前一年 好的 天津的张先生 谢谢您 我们再来选读一下网友的评论吧 Alex Liao 这位网友说 为个人自身利益庸俗 但加上了爱国的帽子 若既获取利益 也能获得道义 那么这种事情自然就层出不穷 应该适当改变教育理念 爱自己 爱护自己的利益正常 但虚伪地把保护 个人利益的行为高大上 那就是丢人 金刚无 庸俗的爱国主义和中国历史教育 是密不可分的 长期以来 中共的历史教育 就和中共被迫害息息相关 鸦片战争受英国迫害 第二次鸦片战争受英法迫害 中日海战 中法越南 俄国三北的侵害 更有庚子国难 如此种种 向来不认真地告诉民众 背后的真相 连美国这个从来没有侵略过 中国国土的国家 都被教育成中国最危险的敌人 这不可思议 在国内当局对民众 则是讲规则的吃亏 闹事地被当局收买 给民众一种人善被人欺 马善被人欺的感觉 Dudley Fong 这位网友说 所有风俗都代表不同格调 中国人以对等互敬之原则协议 取消排华法案 促进中美友好亲善 抗战后善待已经 福利等国家的日本的侨民 并善尽世界五强义务 贫穷落后的中国 尚且有大家大国风范 而今天所谓的伟大崛起 飞天钻地 人民却是这般德性 期盼大陆同胞 自尊自爱 不要再做被改造 被驯化的怪物了 我们来继续 我们关于机场爱国讨论 网上的批评和讥讽 我们刚才看到很多 刚才给大家念了许多网友的评论 这都是符合我们预料的 但是中国官方媒体接连出击 反思庸俗的民族主义 劝阻人们不要在海外 自导自演 战独的续集 朱先生有人说官方媒体 有一点一反常态 朱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同一点啊 就是说很多同胞呢 在国外呢 并不是这样 我们想象那样 都是那样的高调的 感激维权啊 太是这个看人下太敌啊 可以说用个通俗话讲 气软爬劲啊 我们看这个这几年呢 在中越边境啊 长期存在这个越方人员 勒索这个中国边民的 这个现象 勒索负小费 是吧 去年呢 这个二月份就有几个 这个中国同胞嘛 因为拒绝这个负小费 就被甚至被打断了 这个类子啊 我们可是这些事情呢 我们看不到 这个国内的同胞 能不能团结起来啊 那个去维权啊 是吧 就看不到这一点啊 好 接着下说明说 这个下面这个话题呢 那就是这次官方 为什么这个评论呢 我也看了 还是比较冷静的啊 比较客观的 我想可能跟近来啊 这个国内外这个形势有关系 一个是咱们这个 中国的国内的经济下滑 社会矛盾突出 当局害怕有一些人呢 借这样的事情 把他闹大煽动起来啊 这个 这个这种民族的 所谓的这个热情呢 很容易导致这个 抵制外资啊 这仇害啊 这个心理也影响了 中国官方的外交啊 甚至呢 如果万一走向街头 也可能会引发这个社会动荡 这是当局不愿意看到的啊 第二点呢 就是以美国为代表 这个西方社会呢 已经对中共向世界 进行扩张啊 试图呢 这个改变世界的格局 舞蹈事件 这种启动已经开始警惕 进去防范了 那中共呢 唯恐呢 这一类实验呢 给国际社会呢 提供这个口实 是他们自己呢 鉴于被动 所以说呢 他们这个 提出 点面要提出这个 什么包容性的发展呢 要实行这个 这个世界大同化 其实类 这样的话 实际上就是 说给世界看 好的 那么我来请教这个 秦先生 马里兰州的秦先生啊 您怎么看 中国官方媒体 对机场爱国 这个事情的 这个报道和评论呢 这次官方媒体的 这个评论 其实就好像 朱先生刚刚提到 还是比较客观 而且比较理性的 是一个正常的反应 很奇怪的是 官方媒体的 一次正常反应 反而觉得 让我们觉得 甚至国内的 有些公众觉得 怎么不太正常 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 因为在国内外 一些舆情事件里面 经常官方媒体 他冲在那个角色的 并没有说客观 如实的去报道 而是对他 政府有利的方向 去引导舆论 甚至经常看到 说激发这种 民族情绪 爱国主义情绪 所以这次 他们反而会 碰到一个硬石头 本来你说一个 正常的反应 这些游客 是他们自己 无力取闹 他自己 对不对 在那里所谓的唱国歌 其实我想讲一下 这个事情 本来跟爱国 是没有半毛钱关系 就是他们自己 自己在 比如订的航空公司 出现一些 不可抗力的情况 然后正常情况下 你按照契约的原则 你就去跟那个 你订票房 或者怎么样去沟通 然后你解决自己的问题 就好了 没必要去唱国歌 这完全跟爱国 没有任何关系 并没有 人家没有在 侮辱我们中国 也没有欺负中国人 特别欺负中国人 这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是完全不太正常的 但是这次 官媒一个正常的反应之后 国内的公众 好像并不太买账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跟他长期的论调 是不太一样的 他长期的宣传 比如说国家强大了 外面应该怎么样 对不对 是完全不一样 特别是一些 被他们长期的舆论宣传 洗脑的那些 用公众的化成 左派的那些老百姓 他们深信不疑 觉得中国现在是强大的 很快要超过美国的 然后为什么我们出国 还会遭遇到这样的一个事情 觉得中国政府 是不是做得不够啊 所以这是一个 更值得大家警惕的地方 明明是自己 就好像你知错就改嘛 你不对的事情 就应该批评 去反省反思嘛 对不对 你如果不太认真的 去反省反思自己 然后你还去 继续去加强自己 这种无赖的这种行为 那未来 一旦中国社会 发生其他的一些变化的话 那可能会有 大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 好的 所以我觉得中国政府 还是中国官媒 做的一些正确的事情 希望他们以后 都做正确的事情 谢谢 好 我们现在来接电话 北京的郝先生 郝先生你好 北京的郝先生 您请讲 你好 听得见 您抓紧时间 郝先生 我就是提个意见 你们接电话的时候 不要接上海的 姓唐的那个傻子的电话 好的 你们第一个电话 老是接他的 你们接他有什么意义呢 他这个 好 谢谢北京的郝先生 我们现在呢 时间已经剩下不多了 我们再来 这个快速的讨论 一个问题 反思中国人这种行为呢 有人说是真爱国主义 也有人说呢 他是伪爱国主义 或者是假爱国主义 但更多人 把它规制为叫素质低 缺乏教养 以致不能辨别高尚与低俗 美和丑 朱先生 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对 但是呢 我不认为 这个不能简单的 就否定一些同胞的 他们这种爱国的热情 虽然说他们 处于一个机会主义 或者是说一个公义 来考虑 但是呢 他们确实实在是 用错了地方 他们的素质呢 确实是需要提高 因为什么 因为他们在国内啊 这个遇到很多问题 他这个维权很难 付出很多的代价 所以说呢 他养生病习惯了 在国内呢 就是或者找人脱关系 办不成呢 或者采取闹闹的办法 有句话叫 小闹小解决 大闹大解决 独闹不解 对不对 所以说到了国外以后呢 他因为在这个缺乏法治 人权就保障的环境 问题呢 亚承那种习惯了 就是到国外遇到问题呢 也动不动就上纲上线 采取这个过激的 这种反应的方式 来解决 所以说呢 他们不能够就事论事的 去看待问题 去解决问题 你看我们看国内 这些访民也好 这些老兵也好 他们解决具体问题的时候 上网的时候 他不光是喊一些具体的 他们诉求的口号 还有加上什么 拥护其助之下 拥护共产党 这些空洞的口号 一直迎在的口号 他们很明白 在中国必须打出这个 所谓的政治正确的这个 旗帜才能有安全感 所以在国外 这些游客的一些做法 也是沿用这个习惯 他打出这个爱国主义的旗号 这种政治正确 作为他们一种装饰品 这样的一个是 能够归人的眼球 再一个能镇住对方 他觉得用这个国家 民族的这个旗号 能让对方有所忌惮 不敢搞所谓的种族歧视 其实人家就是 照张办事 但是他们这个弱势 心里的感觉 他就是似乎 谁认识这样 他是错误的判断 另外第二个点 还可以打出 爱国主义的旗号 可以为自己撞打 还可以以此能够争取 当地的中国大使 他们的帮助 好 时间关系 我们今天 时事大家谈讨论 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能一一接听听众 观众朋友们打来的电话 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 所有问题 我们感谢朱欣欣 和秦伟平两位先生 参加我们的节目 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 我们的嘉宾 听众观众发表的 都是个人观点 不代表美国之音 明天时事大家谈要关注热点话题 骚扰 监禁 驱逐 外国记者在中国面临什么处境 欢迎收听收看 此外呢 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 好 我是许波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未经许可 未经许可